为什么在2011年美国政府要对这间豪华公寓提告 因为它没有证据显示购买公寓的钱 来自前总统陈隋扁和夫人吴淑珍手手的汇款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日前在节目中 请来两名当年查扣扁家纽约公寓的官员还原经过 2009年台湾政府请美国国图安全局协助调查 维基尼亚州一间物业的持有人 调查员因为一本宣传册子 发现了这间纽约的高级公寓 不仅幕后买主经过四重转手 要查封公寓 官员还必须在法院证明用来制产的钱 直接来自汇款 和香港 你知不知道 把钱收集成元来制产的钱 每个本宣传册成本的方法都被选择了 在这次的课程中 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查封之前公寓 在2013年以150万美金拍卖 部分款項被送回台灣政府 不是被派賣 因為我那個 我沒有時間跟他打官司 所以我們一直跟他沒有和解 這一個是和解 沒有涉及到 這個是有罪或者是沒有罪 不過節目也發現這床公寓 疑似又被恐嚇公司賣走 我們不能賣給 一個人跟第一家庭 或是其他人 或是其他人 可能他們的錢是責任的 所以那是 那是那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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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